每天清晨 伴着朝霞 铜柏山云台禅寺的众生 都会回荡在周围的山谷里 这座坐落山顶的寺院 横跨河南湖北两省 如果下一场雨 落在山脊南边的雨水流向长江 而落在山脊北边的雨水 则流向淮河 云台禅寺门前的淮景 是铜柏山海拔最高的水景 千里淮河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路蜿蜒向东 流经河南 安徽 江苏 在烟波浩渺的洪泽湖分流 一部分汇入长江 一部分流向大海 地处中国南北自然地理分界线上的淮河 滋养了森林 庄稻 花朵和果实 也养育了中国九分之一的人口 人们补牢或耕作 烧制或酿造 歌唱或舞蹈 在变迁中坚守 在坚守中前行 这是古老淮河的崭新画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流动的船之上 在宁静的村庄里 在古老的城市里 人们尝洗着祖先传统的仪式和习俗 这是对生活的期许和热爱 也是对传统的变革和坚守 今天对郑阳关船民张家戏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他的新船即将下水 对常年生活在水上的船民们来说 船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一艘新船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我们在岸上那一方面也没有工作 也没有固定的职业 只要靠这个船来审存 可以来将养甲复活 这条载重2000吨的大铁船 在这里已经组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新船花掉了张家戏所有的积蓄 也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当初决定把小船换成大船 张家戏犹豫了很长时间 最终做出了这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选择 对于今天新船下水的仪式 他十分看重 三月初十 是一家人一个多月前就定下的日子 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 张家戏要张若好今天的每一件事 往前掀着 把两个包子瓦扎 给这两包复 вал 行了 一 guaranteed 哎呀只要黏揍 拿到岳边再 找ailing坚 把几季写船头焚箱 新船下水仪式的每一个环节 都严格遵照传统的规矩和习俗 年轻的船家操搬起这些 动作略显奔着 但是仪式的每一个细节 张家喜都坚持要亲自动手 他希望以此来保佑水上行船的顺当 正阳关 位于淮河 硬河 辟河三水交汇处 淮河上游和中游的支流 几乎都汇集于此 古有72水归正阳的说法 位于淮河中游的正阳关 历史上曾经是湖北 河南 安徽三省24县的商品集散中心 大别山里的山货顺水而下 来到正阳关 从这里出发运往全国各地 正阳关城中的清真寺 是祖居此地的穆斯林们心灵的皈依 伴着阿红送经的声音 千百年来 古镇的生活一如往昔的平淡安静 打铁 磨刀 杆棋 这座淮河岸边的千年古镇 依然保留着古老的生活节奏 秘密的支流在这里汇入淮河 使正阳关成为淮河中有重要水运枢纽 泡船曾经是这里最常见 最古老的职业 今天煤炭矿石通过淮河进入长江 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提供能量 张家喜虽然年纪不大 但跑船的时间不短 从十五六岁开始 跟着父亲的水泥船跑运输 到今天自己两千吨的铁船下水 他在淮河上已经跑了二十多年 都说世上有三苦 跑船 打铁 抹豆腐 和陆地上的人暂前造房子不一样 在这里 船既是船家人生产起居之所 也是谋生的工具 在张家喜夫妇的眼里 如今船上的生活条件和岸上相比 区别并不大 但是最让他们放心不下的 还有一双儿女 平日里夫妻俩跑船 两个孩子跟着奶奶在岸上上学 一年到头也难得聚上几次 今天新船下水 张家喜特意把两个孩子和母亲接上船 按照淮河上的习俗 一家人在新船里吃了第一顿安家饭 吃完这顿饭 张家喜的新船就要离开正阳关 沿淮河进入长江 只要新船在淮河上顺顺当当地跑上三年 张家喜就可以还清造船欠下的所有债务 孩子们很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会是哪一天 古老的仪式 行走的船只 淮河上以水为生的人们 在金手中等待机遇的到来 从正阳关处发 经淮远沿淮河之柳河上行二百公里 就到了千年古城博州 每年春夏之交 博州城外肥沃的土地上 都会覆盖着鲜红的韶瑶花 在中国的汉语字典里 博字只用于地名 这个诞生了三千多年的汇语字 它的意思是生长着茂盛庄家的高地 早上八点 来自全国各地的药商 像潮水一样涌进博州中药材交易市场 作为中国著名的中药材市场 每天有两千多种超过六千吨的中药材 在这里进行交易 博州人种植买卖中药材的传统 相传来自神医华陀 已经有数千年历史 作为华陀的同乡 这里的人们将药融入了自己的生活 嘈杂的人群中 一个叫周金忠的人正在为自己的药酒方子 寻找药材 周金忠是地道的博州人 会武功有酒量 人豪爽 每年秋冬交替之时 他都要配置一些药酒 和中药一样飘散在博州城空气里的 还有浓烈的酒香 博州自古盛产白酒 三国时期 曹操将家乡博州酿制的梅酒 酒韵春酒献给汉贤帝 留下了青梅竹酒论英雄的故事 酒一定要用博州的古井酒 配上枸杞 人参 鹿绒等十几味中药 这些药材并不稀有 可周金忠依然有自己觅而不宣的方子 他坚信自己独到的配置方法 一定能让中药在酒的启迪之下 发生神奇的功效 一个城市的气质 往往和这个城市里早起的人群有关 每天清晨 周金忠和妻子都会在曹操公园里 练习一种古老的健身术 舞琴系 老周和妻子青梅竹马 他们曾是同门师兄妹 博州人尚武 在博州 人们的社交关系中 同门是很常见并且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 作为唯一被写入三国志 后汉书等正式的养生功法 舞琴系被视为中国武术的起源之一 相传 华佗以五种动物的天然形态为模仿对象 创制了舞琴系 让人在运动中达到按摩 强壮人体脏气的功效 对于武琴系 作为第五十八代掌门人的周金忠 却有自己的理解 这个是圣统礼物叫 狐练骨 卢练锦 胸练脾胃 冤练血 鸟练皮帽 器官周身 这个圣统礼物就倒出来 无琴系 羊生真迹 模仿动物的五种生活 细性活生的 因为我在一个黑暖世界内 调解你的轻质变化 老周希望 经过他不懈的坚持和推广 能让更多的人 在舞琴系优美的韵律中 感悟到人和自然和谐相生的快乐 养生是博州人传承千年的习惯 正是养生的需要 中药 武术 白酒 在这里殊途同归 在同一片土地上 彼此渗透又彼此生长 彼此根本混 Major 从来 Rich Deixa stationary 源泄漠 亚明者靠近 亚明者靠近 小他病人 亚明者靠近 存 organized 她的动作每天要重复上千次 十一岁的王宇阳和十岁的王宇华兄弟 是来自河南周口杂技团的学员 从周口来到合肥非议员 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爸爸在广东打工 妈妈在他们还牙牙学语的时候 就不辞而别 兄弟俩几年前被爸爸送进了周口杂技团 从此两个还不安适适的孩子 开始了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生活 爸妈这么长时间也不来看你们 去年中就节的时候就来过一次 记得爸爸来看 高兴 高兴 有没有给你们买的 没有 买中就节那页饼 过年没来看 没有 那过年为什么不让你们回家过年 我 你们想不想回家 想见 跟王与杨兄弟俩一样的孩子 这里大概有五十个左右 小小年纪就要离开父母的怀抱 跟着杂技团四处漂泊 父母不在的日子 像洗衣 叠被子之类的事情只能自己做 好 不行 北有无桥 南有周口 这是流传在杂技界的一句老话 据史志记载 早在春秋时期 中原农村地区的人们 在秋收冬藏之后 都会靠着杂耍技艺 外出讨生活 周口杂技 用桥马戏 都是从古到今 保留下来的一种传统 在流浪和迁徙中谋生活 这种类似于吉普赛人的生活方式 如今也发生了改变 流动式包括整个剧场 包括所有道具什么的 都是来回搬家的那种 从这个地方搬到下个地方 来回跑 十天半个月 最长的一个月搬一次 95年底 人那时间一直在河南那边 包括到陕西那边 从陕西那边一下就是去了广州 从那开始几乎 就没有在干过那种 那种就是来回跑的那种剧场 平日里少言寡语的王宇阳兄弟俩 在教练眼里 却是训练最刻苦 也最有天赋的好苗子 和为金牌而战的体育项目不同 在这里常年累月的训练 都为了早一天登台表演 只要能登台表演 不论年龄大小 每个月都可以拿两千多元的工资 兄弟俩从进杂技团的那一天开始 登台表演就成为他们的目标 漂泊的生活 不可能有尽全日制学校学习的机会 训练的间隙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时间 我们一起读啊 长前明月光 长前明月光 明月光 不是梅月光 长前明月光 抬头 抬头的意思 举头 既然没有考试和升学的压力 但是这里的每个孩子都特别认真 这是训练场上养成的习惯 封闭式训练和生活 让小学员们养成少言寡语的习惯 老实听话才会受到团长的认可 早一天登台表演 早一天领工资 就能早一天见到爸爸 这样的信念 支撑着王与杨兄弟俩 继继继续在杂技团里训练下去 在流浪和迁徙中讨生活 曾经是淮北一些乡村 保留数百年的生活方式 在与灾荒相伴的年代里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更多的坚韧和勇气 淮河流域自古以农耕为主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孩子的性别格外在意 男孩意味着劳力也意味着财富 今天的淮北大地上 一些古老的习俗仍在流传 农历腊月二十五 人们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着最后的准备 这一天九岁的史燕燕迎来了她人生的一个重要仪式 剪辫子 为了这场重要的仪式 一家人从两天前就开始准备 吃是中国传统节日和任何仪式里最主要的环节 村储请来的帮手是手脚勤怀的家庭主妇 宅菜和杀鸡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经过一天的忙碌 一场极具地方特色的乡村流水席就要开始了 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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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的辫子是从出生之后的胎毛开始 一直留到九岁或者十二岁才能剪掉 剪辫子寓意着孩子已经长大 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成人理 在燕燕奶奶的眼中 孙子剪辫子是和结婚一样隆重的喜事 场面一定要壮观 仪式要做得讲究气派 隔着鸭鸭生的老大 你这个做教会的呀 就这样的 喜欢鸭奶奶 啥不喜欢鸭奶奶的 你别我里的啥是十二岁的我的午饭 谁弄短的那不好嘛 好 好 好 按照习俗 家里发生的每一件喜事都要和逝去的祖先分享 要到他们的坟前敬酒祭拜 并请他们的在天之灵 护佑孩子平安幸福 作为主角的燕燕 还是个贪玩的孩子 她还不能理解大人们的良苦用心 走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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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声鼓 谁家家用嘴了 你死 走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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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炮声响起 吹鼓手们吹得更加卖力 锣鼓的声响引来围观的人群 他们也是这个古老仪式的一部分 当地人并不知道 碱辫子这种习俗是从何时在这里流传下来的 但是从古到今约定俗成的几个环节必不可少 取水 请亲 碱辫子 寂予 放生 碱辫子是仪式中的重头戏 也是整个仪式中的最高潮 您是有仪式了 在你身上 带来的 秦瑞归心 对前人的积极 走往前来 全新人的 秦瑞彩车 明国 共和 秦瑞彦的家距离锅河很近 组长们决定 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 放生 就安排在锅河边举行 在众亲友的簇拥下 心惊胆战的燕燕被放在八仙桌上 一路抬到了郭河岸边 燕燕的家人 期望通过放生这样一种仪式 来祈求和神赐福 保佑孩子 在今后的人生中 能逢凶化吉 大富大贵 这可能是这片土地 最后一个脱胎农耕完民 并带有性别意识的意识了 我们感谢祖先选择了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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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片繁衍生息的土地上 固守千年的习俗是对生命的致敬 占星的时代里改变在悄然发生 但它依然散发着属于这片土地的独特气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